我是朱欣怡 Julia 资商心理师 也是一位中途失明的视障者 在资商室里 我听你说 在Podcast里 也邀请你来听我说 那些肉眼看不见 但是心里却更能看到的 心理学小技巧 与翻展人生的故事 哈喽哈喽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 我是朱欣怡 Julia 资商心理师 欢迎收听朱欣怡说心理话 我还记得好几年前 曾经有一位朋友 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工作坊 他跟我说 这个工作坊就像是 那种即兴演出的心理剧一样 你会看到一个人 在台上说出很多很多的内心戏 然后他会邀请到 其他在现场的人 来做他心里的这个演员 然后带领者 就会引导这些人 一起把他内心的状态 呈现出来 这听起来多么make sense 对不对 而且重点还是免费嘛 所以我当然就不宜有他 然后就去了 但是到了现场啊 我真的有一种 被吓到的感觉耶 好像上台的人 怎么都被附身的 还是你们key down了 还是怎么了 就是会觉得 这根本是安排好的临时演员吗 还是什么啊 比如说啊 当他的爸爸的人啊 就会在根本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说出他爸爸常会说出来的口头禅 或者是演他妈妈的人啊 就会自己表演出 只有他妈妈才会知道的秘密耶 嗯 我还记得那天啊 结束以后我就跟朋友说 这是邪教团体吗 好玄好怪哦 这就是许多人对海宁格 家族系统排列的第一印象哦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 方许心理所的所长 专长于家族系统排列的 林芝沛心理师 也是我硕伴的学姐 带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像有点怪力乱神的背后哦 到底是怎么样发挥疗效的 而且嗯 我其实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哦 还鼓起勇气再去青春参与了一场 用学姐所带领的家族排列工作坊哦 嗯 参加完以后 我得说 虽然我们看不到 也摸不着这些能量 但是的确 这是能量的一种科学的流动哦 最后学姐也提供了 我们一个在家就可以自己排列的方式 而且还有公益工作坊的讯息哦 请一定要听到最后啊 让我们就掌声欢迎林芝沛心理师 系统排列它比较经典的工作方法 是用一个团体来进行的 那会有一个团体 大家围成一圈 会有一个排列的引导者 我们称为排列师 会有一个主角 提出议题的主角 我们可能称之为个案 然后他就会上来说 啊我今天呢 要处理一个主题 就是譬如我跟金钱的关系 那这个排列师呢 会跟个案有一些讨论 讨论好了之后呢 就譬如你跟金钱的关系 有可能受到了 你们家曾经交道中落 然后发生了很可怕的历程 大家都付出代价 可能这个议题有关 那透过对这样的 先的假设跟聚焦 我们就在场景中会选出来 来找一个人来代表你自己 找一个人来代表也许金钱 找一个人呢代表你爸爸 然后也许可以找一个东西 或找一个人来代表呢 妈妈 好 然后大家设定好了 排出来之后呢 这个个案就会在 每个人的身上去跟他连结 比如说手放他身上 告诉他说 请你代表我爸爸 请你代表我妈妈 然后把他们放到 在场景中一个 他觉得合适的位置 第一个图像是个案设定的 对个案觉得 哦应该是这样子 好爸爸会看着妈妈 妈妈呢会看着那个家里 好像一个家道中落的 那个事件 然后个案会看着父母亲 可能是这样 接着呢就放手 让场景中的人们 这些代表们去移动 那很特别的是 通常个案不会跟排列师 聚系迷移的描述 我爸爸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妈妈是怎样的人 这个家道中落的历程是怎样 这个讨论通常都是 两三分钟 三五分钟的事情 接着呢 这些代表移动 然后曾用一种身体的感觉 在场景中去体现出来 就会发现说 诶个案会发现 诶对耶 我爸爸的情绪 然后妈妈的感受 妈妈的状态是什么 这些代表能够去体现出来 这个个案的主题里面的 整个的动力状况 家庭的动力状况 那他有可能就会发现 我跟金钱之间 有一个未解的情绪能量 或是未解的状态在哪里 然后是跟我的父母亲 跟我自己 甚至跟更多的因素 是有关的 对 所以我就觉得 看起来就是那么 amazing啊 就是 他们就只有三五分钟 聊一聊 说叙述一下 我大概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可是为什么 那个爸爸妈妈 甚至那个金钱 都可以演的 揣摩的那么像 就是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很特别哦 就是像你会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海宁格怎么会找出 这样的方法 其实海宁格啊 他本身在 神职工作之后 转入心理治疗领域 他的第一个 接触的方法 是团体动力 就是运用团体的力量 去治疗 然后后来他还拿到 心理分析的学位 然后他又走入了 那个心理治疗取向中的 顽形取向 他说他还曾经在 被邀请坐在空椅的时候啊 好像遇见了未来的自己 然后去感受到 对某个时刻 他应该要离开 他的神职角色 或离开某个团体了 他知道他会怎么样 那个内在发出的直觉 就上来了 在那个空语技术里 后来他还学习 脚本分析 跟原始呐喊 脚本分析 就是去发现说 原来我们 人生中啊 有一些基本的设定 他会在哪里 而且那些基本的设定 有时候不完全来自于 我个人曾经经历了什么 或谁跟我说了什么 或我遭遇了什么 而可能来自于我父亲 我祖父 我曾祖父的经验 而且我还不一定知道 那些经验 但我会受到影响 好像这个家族里 有一个隐形的动能 有一个隐形的剧本在哪里 是集体潜意识吗 类似耶 但是海宁哥 那个年代没有用这个词 可能那个词 那个年代还没有出来 但是因为他学了 这么多东西 他每一个方法 他都曾经开过课 甚至还写过书 不同的方法 就是有一些方法 但是他在那个团体动力工作 慢慢地把脚本治疗 这些东西放进来之后 他接着就是大量的食物工作 然后从个案的身上学习 于是你说的那个现象 奇怪 好像一个人站在 这个团体的中间 说我今天愿意来这里 打开我的故事 好像那个场域就形成了 好像一种WiFi 人与人间的WiFi电波 就接通到了 这个也是海宁哥 在食物工作中发现的 不是他先设定好 要这样发生 然后设计方法让它发生 不是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 这是一个现象 就是那个现象 引导海宁哥去注意到 这里面可以产生 怎样的团体 共同疗愈的方向 所以如果是 从个案身上学习的话 就表示说 他也无意间去 发现原来当一个人 愿意把自己的心理能量 打开的时候 他的那个场域的人 都会自动对号入座 就是演爸爸的 就会像爸爸 演妈妈的 就会像你妈妈 这样 对 这个现象 其实我自己 在做系统排列的时候 我也发现 的确如此 但是 这也跟代表 愿不愿意敞开 就是我做代表 我也可以说 我偏不要移动 我偏不知道 我老代理 故意一直想别的事情 你可能就不会有 那个移动 所以你的自主意识 是很高的 所以我通常 如果我站在上面 我是一个代表 我会先告诉 我的身体说 我信任你 然后我让我的身体 去感受 他现在想转向哪里 我就顺着他去转 他现在想后退 我就顺着他后退 而那过程中 我们不会带入一个想法 是我干嘛后退 我现在是怎么了 所以他爸爸应该要怎样 他妈妈这么生气 所以我应该要害怕 是不是 对 我们都会想的 要去编剧 对不对 对 可是你就是 当代表的人 要尽量把头脑放空 然后交给你的身体 做决定 你的知觉 这也真的很不容易 这就是要一个信任 信任自己 没错 然后那个是一个 隐形的连线 那其实 多数人都会做到 我记得我第一次 被挑上去当代表 我代表那个人的内在小孩 然后我还一直想说 我怎么可能会有感觉啊 虽然大家都 因为我刚参加吗 我不知道 我就觉得好瞎哦 好吧我上去了 我就站在那边 然后就某一刻 我就是很想倒下那个地板 我就针对那 我就砰一声倒下去 我居然开始哭诶 我头脑里面还清醒了 跟我自己说 现在在哭什么 哭哪一处的 就头脑完全不能理解 你在干嘛 可是你的身体 就很诚实的反应了 对 可是不是不由自主 是我有刻意开放空间 给他去表现 我有刻意开放空间 所以我就真的哭 我就也没有到哭得大声 因为我有抗拒嘛 我有偶包 对 那我有这样子 老师问我 老师会访问我 会问说 你是怎么感觉 我就说 其实我在哭 其实我是很想哭得更大 可是我没有这么做 可是我知道我想哭 所以代表也要非常的敞开 不只是主角 对 而且通常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主角呢 有时候有的人做排列 也不会有感觉 因为他好像 就是看着那个戏在演 但是自己不在其中 然后说 这个很像 这个不太像 因为现在他的成长 也会很有限 所以最好的是 主角也能够敞开自己 跟着那个场景里面去流动 因为有时候排列的场 会让你看到说 我以为我爸是对我很生气 可是在这个排列的场上 其实我爸爸不是对我生气 他好像某种程度 是害怕我受到伤害 他总想把我推理一个情境 叫我去念书 叫我不要管家里的事 我爸其实不是真的对我愤怒 或是在否定我 他只是很希望我 就是一直在推理我 很怕我去躺这个家里的某个浑水 对 我们会看到有些情境是 他觉得爸爸对他超凶 可是排出来 其实是爸爸挡在他跟妈妈中间 然后那个妈妈 其实有一些自己的困境 譬如说精神的状况 或是原生家里对他的影响 然后所以爸爸好像会有一种姿势 就是希望小孩不要靠近妈妈 这里有危险 可是在实际的层面 就会是爸爸非常的权威 在他意识生活中 非常的权威 好像什么事都抓在手上 掌控性很高 然后对妈妈打压 对他也打压 可是那个主角如果有敞开 那个排列的情境 他一看在眼里 他某个潜意识的层面 会浮现他 他会有一种明白 那个不是我们要说服他的 是他自己就会被动容了 会移动了 心就会移动了 所以听到这种故事 都觉得很感动 我不知道资贝学 你自己本身有发生过什么吗 因为让你愿意这么投入 在这个家族排列治疗里面 不知道你自己 有发生过什么故事 OK 我就是我的第一场排列 就是自动举手 我觉得那个自动举手 做的感觉就是好大的勇气 就很多人 然后你排过了之后 那个画面都很深刻 对 我记得我第一场排列 那时候 我跟娘家住在一起 然后照顾孩子 然后我先生其实是 在大陆工作 然后偶尔 不是偶尔啦 就是一段时间才会回来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生活是很忙碌的 可是 我也可以感觉到说 我们好像不能一直这样 我们可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 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家 虽然跟妈妈在一起 很贪图妈妈的照顾 然后我一直犹豫不决 我们看了五年的房子 因为房价一直 我每次都觉得 我要再准备好 再来买 我要再准备好 这个房子不够好 就当你心里没有坚定的时候 什么理由都可以变成阻碍 然后那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排列 然后那个老师 我就问老师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该不该离开 然后老师问我担心什么 我就说 其实我也蛮担心 我爸爸妈妈会不习惯 因为我第一次说我要搬出去的时候 我妈 我爸好像 我妈说我爸一晚上都没有睡 对 他很担心我们负担不起 他很担心没有人帮我 他 然后我也觉得 我妈妈会比较寂寞 因为我在家里 最会跟我妈聊天的就是我 所以我有很多的顾虑 然后老师就跟我说 没关系 我们就先挑代表 我就挑了一个代表我先生 一个代表房子 一个代表小孩 父母 都挑出来 然后也还有代表我自己的 然后那个画面一呈现出来 我就看到我先生的代表 然后老师就说 老师就访问那个先生的代表 先生的代表 其实情绪张力很高 他一直在压抑跟忍耐 然后我们全部的人 都不是在快乐中的 然后老师就要我面对一件事情 说 其实你要知道 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 你的先生长不出他养性的力量 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家 成为担当一切的男人 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 你们家不会更好 然后你的小孩 那老师后来就 对本来没有排房子 后来才把房子这个代表找上去 房子这个代表一上去之后呢 我先生跟小孩就慢 我先生就先靠近了房子 然后两个小孩呢 就也靠近了我先生 然后父母亲就慢慢的 本来是分开 我在父母的中间 后来父母就站在一起了 然后我就慢慢的 一直在中间周旋 就是一下看父母 一下看先生房子这样子 对 然后最后就是那个动能 这种排列有个过程 就是要让那个流动自己跑 因为你都不知道 场域会带你去哪里 不是这个排列是说 来你去那边 这个比较好 来现在我们要按照什么 哲学原理 来和解 不是 对 他其实是要跟着场域的流动的 然后最后呢 我就访问 最后是我的父母靠在一起 然后就是含情默默的看着我 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扮演 代表我妈妈的人跟我说 就是我会祝福你 对 我就哭了 我也好想哭 对 虽然他们不放心我 可是我觉得那带我很大的感动 我老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也让我很大的信思 老师就说你要去想 到你觉得 你觉得你的父母 没有准备好 让你离开 可是到底是不是你的依赖 捆绑住你 你的害怕 可是你要去想整个局 对大家而言 什么是最好的 所以那一天啊 我就真的去明白说 对 就是 我们的家要先有 我先生的力量会长出来 我的担当也会成长 我不会像一个小孩一样 总是需要被照顾 又找一堆理由来告诉自己说 父母需要我 所以我后来那天回家 我就跟我先生说 我们去看房子吧 这一次只要我们看到 对的 我们就下定 我请全力 请我们就所有的力量 去买一个房子 然后不论 我们需要负担多少 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后来在那排列完三月 我五月就买房子了 就下定了这样子 OK 那那个结果还真的就是 爸妈也很祝福你 真的 就是刚开始 我父母当然会很焦虑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 当我的心很坚定 因为我爸爸是一个 会帮人家看风水的人 这是他的专业 所以我们买房子 还有一个困境是 爸爸觉得不开心 不好的房子 不是爸爸觉得不好 他就会说 这个房子 将来会容易争吵 这个房子将来风水不好 什么小孩不会读书 那我们就不能买 可是我不是真的 觉得风水那么重要 可是我真的很需要 爸爸的祝福 我希望我是在他同意的 房子的状况下去下定的 所以这个也很重要 可是当我兼定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妈妈说 妈我今天看了个房子 我们应该叫爸一起来看 我很神奇耶 我妈妈居然主动跟我爸说 你去看啦 如果这一次好 你就要跟他说好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没有跟他讲过去排列哦 可是我觉得那个新跟新的 磁场是联动的 那也是排列带给我这个信心 就是不要以为你什么事情 都要透过头脑来工作 是那个内在的态度 能够去影响整个的转动 那个WiFi 我们要把自己的WiFi打开 对 那我爸就真的来看了 就跟我说这个好 我真的是很感动耶 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是 很感动 就是你会发现真的好多事情 不是在脑子里面的计较 盘算 策略 规划 都不是这些事情 而是当你真的去面对自己的心 然后真的用一个很打开的心 去跟别人去连接 去跟自己连接 哇塞 就会有很多改变 是啊 对 我记得那时候入住的时候 也是我爸来帮我拜地基组的 对 然后我的排列同学又来玩 然后因为他们 我觉得大家是互相共振啊 因为我们那一班同学 都在我们的团体里排列个人议题嘛 等于大家都把衣服脱光了 所以彼此那种信任感啊 合作特别的好 真的 你说的真好 把衣服脱光了 真的 所以我知道自卫学习 而且有做一个 类似这样的牌卡是吗 对 我就是 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啊 其实第一个 不习惯团体工作 第二个是 对 在团体里面脱光 其实是一件很 不容易的事 真的 他们其实后续要消耗很多 害怕 恐惧的心情 然后像我自己 可能我对我自己 个人工作也做了很多 后来做那一场排列 也是临门一脚 我的行动力就整个出来 态度就坚定了 可是很多人不是这样 他们需要经历很多的历程 才能看走到说 我好像一切就绪 我可以前进了 可是我觉得那种场域的整理 自己的内在空间 是应该要 常常做 常常做清理的 常常做整理的 你就会比较清楚的 看到一些 你平常不敢面对的现象 所以我就做了一套排卡 叫内在关系整合卡 那这个排卡 会有十张的引导卡 跟小人偶 就像排列的代表一样 以及感受卡 那这个是让我们 譬如说我今天早上就跟我 跟我一个同事不对盘 然后我又觉得 我跟他不对盘的时候 A同事跟我都不对盘 B同事对我开始也怪怪的 我就觉得这个感觉卡在我心里 那我晚上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排卡 来做一个 引导做一个这样的排列 那那个排列之所以会发生一个效果 是因为 我在那个过程里面 透过我的身体去感知 我们彼此的位置 而且进入不同人 这不用别的代表 就是你自己进入不同的角色 你在你自己的位置 在A同事的位置 在B同事的位置 然后去感受 你在他们的位置的时候 你的感受 想法念头 把它表达出来 让那个流动 其实场域是需要流动的 一旦流动之后就不会卡住了 就明天就会有新的开始 那这个表达的过程里面 会让每一个位置的情绪能量交流 你也会更理解别人 可是这都不代表说你要找A同事代表 你好像要去侦测 他到底是什么想法 不是 是你排出来的 其实是你内在的A同事 你对他的设定 当你如实地去面对 我觉得A同事就是讨厌我 那我真的去面对这个感觉的时候 我跟这个感受能量连线 然后在我的身体里面去 更宽容地去看待这些部分的时候呢 我就不会一直拘泥在害怕A同事讨厌我 我感觉这个 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 感觉 因为我一开始听的时候 很像换位思考 有一点 知道吗 然后也有很像是 空仪法的时候 有没有 找另外一个 就是坐到另外一个椅子上 然后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但是刚才徐姐 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说 我们其实不是去换位思考 感觉我们不是去揣测他的想法 揣测他到底是怎么样看我的 我们都不是去站在那个位置 是不是 而是去回应心中 觉得对方是怎样的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重要 因为我们常常会 一直很想搞清楚 他到底怎么想我的 尤其是失恋的时候 那个臭男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对 没错 但其实我们应该要先整理的是 我们心里认为他怎么想我 因为我们常常在反映出来的情绪或行动 都是因为我们认为他就是这样看我 比如我认为他就是讨厌我 所以我下次看到他 我就一直会拘泥在 我要回避他 我不要被他发现我的小辫子 因为我就认为他是讨厌我 那他到底是不是讨厌我呢 这个问题呢 其实人的情感状态是流动 他今天很讨厌我 不代表他十天之后会很讨厌我 可是我如果一直假设他很讨厌我 我就会一直回避他 我就会一直不跟他合作或对演 那他会不会真的很讨厌我 他就会真的越来越讨厌我 这就叫投射性认同 对 可是我今天如果 我今天透过一些真理 我知道原来我一直认定他讨厌我 我可以在我的心里面消化那种 我可能被讨厌 但我也可能不是被讨厌的感觉 然后我重新回到我的位置里面 去对自己说话 我比较容易鼓励我自己 用更多元的想法 更多元的感受来支持自己 在这个关系中重新订某 那就算他今天很讨厌我 有没有可能五天之后 随着我每天这样跟自己共处 我的态度是很宽广的 他就变得不讨厌我 当然也有可能 所以你才是那个关系的创造者啊 哇 所以支配学姐 这个关系的创造者 给了我们另外一种信思哦 就是以后我们有卡关的时候 你不一定真的要去换位思考 换到他的位置上想说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他为什么要这样想啊 他到底是怎么看呢 你先去想整理一下 你自己是怎么认为他的 对不对 然后真的去回应那样的感受 然后再决定你自己的作为 然后人的感觉都是会流动的 对 我觉得这个相信很重要 所以把你的WiFi打开 今天真的很好 我们问一下支配学姐 因为有关于海宁哥家族系统排列 我记得学姐是不是有一些工艺的厂 就是完全不收费 然后开放给大家 能够一起来参加的这样子的工作坊 哦对 因为我后来有带 我姐姐去排列嘛 也排了关于家里的议题 然后我有跟我先生去安置机构啊 以前去过一些协会 所以我们其实都 然后大家我们买房子里 我们都深受这个排列的启发 跟受益于它 那我后来我们决定要发起 我们三年的时间 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 从早上10点到下午4点 然后办这样的工艺排列 那来参加的人只要付600元 这个600元呢 我们会扣掉我们需要用到的 比如说我们租借场地什么的 我们就是扣掉三成来做场地费 如果场地费不够我们就自己贴 因为我们其实不太知道来的人数多寡 但我们就是会举办 好然后其他的就是捐给工艺单位 那我们这半年的这市场的工艺单位 是一个明智喵喵社 就是他们在救援一些中土毛 那明年开始我们也会找 不同的工艺单位来合作 我们真的都会拜访他们 然后确定他们有需要这样的 虽然我们真的很小额 可是也希望钱 大家的辛苦钱 都是用在刀口上的 那除了由方许举办之外 我们也非常的欢迎 如果您本身啊 就是一些协会或者基金会 或者是你们有从事相关的 想要服务社会的工作 你们来跟我们联络 我们也可以完全不收费用的 为你们的志工团体 举办这样的工艺课程 然后你们如果有对外收费 那那个钱我们就会回捐给你们 所以真的太棒了 那想了解这些讯息的话 你看不管是我们个人 可以去参加这样的 免费工艺工作坊 然后或者是如果你有机关团体 是有这样子的出发心 也可以学姐这边也很愿意 免费的来服务 那我们想要知道更多的这样的资讯 我们可以去哪里了解呢 如果是想要有一些相关的文章啊 然后有一些讨论可以上过的粉砖 林芝沛内在关系疗愈 那如果你是想要得到 想要联系这个工作方的参加 或者是举办 那就请到方许心理资商所 我们都会把这样的资讯 放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里面 好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快乐的 下午的心灵饗宴 谢谢学姐 谢谢心仪 谢谢大家 心念展观 生命无限宽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邀请你可以继续追踪 并且给我五星评价和留言互动 如果你也感受到我们团队的用心 可以使用自由赞助的功能 给予我们实质的鼓励哦 资商需求 合作邀约 或想要了解更多心理学的知识与故事 节目说明栏中 都有我更多完整的资讯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